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章 一切是空 第九部分 明了的利益 续集 你可能还会想 了解空性的益处是什么 借由了解空性 你可以继续欣赏一切看似存在的事物 却不会把这些幻象当作真实而产生执着 不会有孩童追逐彩虹时一再的失望 你看穿这些幻象 因而能提醒自己 从一开始 这就是自我创造出来的 也许你还是会被刺激或变得情绪化 悲伤 气氛或热情 但是你会有信心 如同一个看电影的人 可以放下剧情走出戏院 因为他充分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场电影 你的期待和恐惧至少会稍许淡化 就好像了解那条蛇只不过是条领带而已 当我们尚未正得空性 当我们不完全领悟一切事物都是幻象时 这个世界会看起来非常真切 实在而坚固 我们的期待与恐惧也会变得坚实而无法控制 举例来说 如果你对自己的家庭有坚实的信念 就会对双亲会照顾你这件事有深切的期待 对街上的陌生人 你不会有这种想法 他没有这种义务 了解和和现象 以及了解空性 能在亲情关系当中融下一些空间 当你开始了解塑造了你双亲的各种经验 压力及情况 你对他们的期待会改变 失望也会减少 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 只要稍微了解相互依存的道理 都会有效地软化我们对儿女的期待 也可能因而让他们视为是爱 没有这种了解 我们可能有善良的动机去爱护和照顾儿女 但是我们的期待和要求可能会令他们难以忍受 相同的了解空性 你会对社会当中忽而建构忽而解构的一切装饰和信仰失去兴趣 诸如政治系统 科技 世界经济 自由社会 联合国等 你就会像一个成年人不再对孩童的游戏有多大的兴趣 这么多年来 你曾信赖这些机构 而且相信他们能成就过去制度之所不能 然而 这世界并未变得更安全 更愉快 或更安定 这并不是说你必须远离社会 了解空性并非表示你变得漠不关心 事实上 相反的 你生起了一种责任感和慈悲心 如果杰克在那吼叫 失态 叫骂每个人不要将蛇放在屋子里 而你知道这是来自他的迷惑 就会对他产生同情心 其他人可能不会这么容易原谅他 那么你就可以试着开一点灯 在粗略的层次上而言 你还是会争取你个人的权益 继续上班 在体制内活跃于政治 但当情况改变时 不论是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你会有备而来 你不会盲目地相信所有的希望和期待会实现 你也就不会被结果所束缚 可是许多人常常选择待在黑暗之中 我们无法看出造就日常生活的幻想 是因为没有勇气从我们身处的网络之中挣脱出来 我们以为只要持续前进 就已经或即将会非常舒适 这就好像困在迷宫中走不出来 我们却不想去发掘其他不同于灌常路径的方向 我们不愿意冒险 因为我们认为会损失太多 我们害怕 如果从空性的观点来看世界 会被世界遗弃 失去别人的尊重 同时也失去朋友 家庭和工作 幻象世界的诱惑起了作用 它被包装得如此美好 我们被各种讯息所淹没 诸如某种肥皂 会令我们拥有天堂般的香气 难谈结石法有多神奇 民主制度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系统 维他命如何增加我们的精力等等 我们很少听到非片面的实话 即使偶尔有之 也是以极小的字体呈现 想象一下 乔治布什到伊拉克公开宣告说 美国式的民主在贵国实行 可能成功 也可能失败 如同在电影院里的孩童 我们被幻象掳获了 从这开始 衍生了我们的虚荣 野心和不安全感 我们爱上了自己创造的幻象 发展出对自己的外表 财富和成就过度地交慢 好比戴了面具 却骄傲地认为 面具是真实的自己 从前有五百只猴子 其中一只认为自己很聪明 一天夜里 这只猴子看到猴中的月 它很骄傲地告诉 所有其他的猴子们 如果我们到湖里 把月亮捞出来 就会成为拯救月亮的英雄 一开始 其他的猴子不相信 但是当他们亲眼 见到月亮真的掉到湖里了 就决定把它救起来 他们爬上树 一只抓着另一只的尾巴 试着去捞起闪闪发光的月亮 就在最后那只猴子 即将捞到月亮的时候 树枝断了 猴子全落入了湖中 它们不会游泳 全部在水中挣扎 而月亮的倒影 也因为波浪而破碎 我们就像这群猴子一般 渴求名气与原创力 认为自己善于发现新事物 并且试图说服同伴们 是我们所见 想我们所想 被野心所驱使 想要成为救世主 最聪明的人 或最有锐见的人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小野心 诸如让一位女性刮目相看 或大野心 诸如登陆火星等 可是一再的 我们总是掉入水中 抓不到任何东西 又不会游泳 了悟了空性的西达多 对菩提树下的妄忧草 或宫殿里的丝绸坐垫 没有好物分别 金钱支撑的坐垫 价值较高 完全是由人类的野心和欲望 造作而来的 事实上 山中的隐士 也许会觉得 妄忧草比较柔软而干净 而且最大的好处是 做坏了也不需要担心 你不需要对它喷药 以免猫用爪子去抓它 宫廷生活充满了这类真品 需要相当多的维修保养 西达多 是属于比较喜欢草垫的人 因此 他不需要常常回家 去补充什么东西 我们人类认为 心胸宽广是一种美德 要扩展心胸 重要的是 不要安于令我们 舒适或习惯的东西 如果我们有勇气 能超越世俗 不被灌常逻辑的界限所限制 就能得到利益 如果我们能超越界限 就能了解 空性是如此可笑的单纯 蜜勒日巴 躲进牦牛角 不会比某人戴上手套 还令你惊讶 我们所要挑战的 是对灌常逻辑 文法 字母 数学公式的执着 如果能记得 这些习惯的合合本性 我们就能断除它们 它们不是不能破除的 所需要的 只是一个条件 完全正确 信息事实到位的情况 你可能突然发现 所有依赖的工具 都不是那么坚实 它们有弹性 可弯曲 你的观点会改变 如果你信任的人告诉你 多年来 你厌恶的妻子 事实上是财神婆的化身 你从此以后 看她的方式都会改变 相同的 如果你在一个上好的餐馆中 想用一块 加满酱汁的可口牛排 吃得津津有味 这时候 厨师跑来跟你说 这事实上是人肉的话 你的经验 会即刻180度翻转 你的可口的感觉 变成了呕吐的感觉 当你从梦见 五百头大象的睡眠中 醒来时 不会对这些大象 怎么装得进你的卧室 感到困惑 因为它们在梦前 梦中和梦醒后 都不存在 然而当你正在做梦时 它们可是非常真实的 终有一天 我们会了悟 不只是智力上的了解 事实上 没有什么大与小 增与减 这些都是相对的 然后 我们就会明了 弥勒日巴 如何进入牦牛角 以及为何 如阿育王如此的暴君 都会礼静 而降服于此真理之下 各位听众朋友 您收听到的是 亲者全集之 正见佛陀的证悟 第三章 一切是空的 最后一部分内容 明了的利益 续集 由严廷书播讲 明天再会 他是百变的大师 他是不变的行者 宗萨蒋阳 亲者仁波切 以通俗睿智的语言 退去佛法宗教的外衣 将智慧宝藏的地图 赤裸地呈现在您的面前 亲者全集 由严廷书音频工作室出品 敬请关注收听